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直播间互动也是非常的平凡和精彩 很多朋友给自己的孩子提了一些问题 伟号是0518的朋友问到的话是他家的孩子 他是两岁的宝宝在医院想去医院接种疫苗 国内的疫苗记录本是需要带着的吗 然后还需要哪些其他的资料一起带到泰国医院去 那么我们医院涵盖了国际的疫苗的注射标准 您可以拿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疫苗的标准 然后来到我们医院我们都医院都会有相关的疫苗 那么我们是需要您带着中国的那个疫苗本来的 需要知道就您之前在国内呢 您注射了什么疫苗 然后还有什么疫苗没有进行注射 然后结合着泰国的标准 然后来给您注射那些您还没有注射的疫苗 那么针对于就是还需要哪些资料 像现在如果您拿疫苗本来已经足够了 但是有一些医院呢已经取消了疫苗本的这种形式 他们开着就是电子版 就是医院这个疫苗的电子版 然后来到我们医院也是可以的 无论是电子的还是实体的疫苗本 无论是你是来自哪个国家的疫苗 就是接种记录 都是应该就是在去到泰国的时候 要把它随身携带在身上的 这样我们泰国的医生呢 才能针对之前打过的疫苗 作为一个重新的评估 小岁的女孩儿然后太有哮喘 看了很多的医生呢 但是不能根治 他想问问我们泰国的儿童医院 对于这个小朋友的哮喘 治疗经验和效果是怎么样的 原例 我们在团队里面 帮助助孩子的医院 我们三北泰医院呢 就是我们医院是以团队医生的形式 来进行治疗的 针对于哮喘的治疗呢 我们会根据就是他之前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对他肺部进行检查 然后对他的过敏源进行检查 有一些就是吃了药以后 哮喘还没有好 很大的程度上呢 都是我们没有对于药物的选择的正确 还有就是一些我们检查的一些内容的有误差 然后我们也会对于父母进行教育 比如说我们可以教他们就是怎么样整理家里 然后移除那些对小朋友过敏的过敏源 如果是我们对于很多治疗的方法都不能 就是达到很好效果的话呢 我们可以采取新的一些生物的生物方向的一些治疗方法 我们针对于儿童的这个免疫还有过敏的治疗呢 我们也是有获得了那个JCI认证的 然后我们医院呢获得这个JCI的认证 已经9年的时间了 针对于这个项目 哦他这个宝宝有个脊柱测弯 现在小朋友的脊柱测弯 他问我们泰国医院有没有专门的 这个看儿童脊柱方面的专家 这个年纪 十岁的年纪 脊柱可以完全纠正吗 通常这个疗程需要多久呢 脊柱或医院有重症 针对于脊柱侧弯呢 我们会有一些轻度的或者是重度的 那么轻度的呢 可能就会导致是他背痛啊 或者是有其他无视的症状 比较严重的话呢 就会影响他去学校 然后或者是对他的生活进行造成影响 那么我们医院呢 也是有专门针对于这样的治疗 这样背脊骨弯曲的一些 就是骨科的专家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他患者现实的情况呢 对他进行治疗 比如说如果需要的严重的话 我们可能要对他进行手术的治疗 我们接下来还有朋友问到 就是他的孩子有反复发作的 一个过敏性的皮炎 但是国内医院过敏炎测试 通常只有十几种 那问一下我们泰国医院的这个 关于过敏炎的测试 大概是多少种呢 我们有很多类似的技术 以为这种测试的测试 我们可以确认 一些测试 可以测试 超过一百种测试 可以测试 然后可以测试 然后测试 然后对他进行学检 然后我们就准确地发现 然后他的过敏源是在哪里 好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期待下一次就是可以给大家 带来更多的关于健康和医学方面的专业资讯 谢谢大家 再见